我們去杜拜有沖沙 來個客人他就坐上那個 車子以後 對 他就說 這是什麼等級的車 我不坐等級這麼低的車 這樣我會有生命的危險 然後我就真的 對不起 外面就沒坐這樣嗎 還是要坐啊 對 人家大家都是這樣沖的 也沒有人家的命比較硬 你的命... 那人很有錢嗎 會去杜拜 通常也都是有一點口袋的人 穿著呢 都還不錯 對 可是我們坐那個車子 人家杜拜的球... 那個什麼 那個球長 是球長的那種車子 一模一樣的車 他還嫌不好 他嫌不好 他說我沒有坐過等級 這麼差的車 昏斗 這樣你要待他待多久 還好只有七天 對 七天下來有沒有給你很高的消費 怎麼可能 對 不是他高級 高級他覺得他就付團費了 對啊 那是女生嘛 我沒說 你也沒說過嗎 有啊 我覺得 因為多少會帶一些 比較特別的團體 那我覺得這個團的主性是怎麼不一樣 我曾經有一次一個非常知名的 就是理財公司 他們有一個很在知名的五星Villa裡面 辦一個派對 那我們當然就是把這些都準備好 然後其實他們久過三巡之後 因為是自己住了Villa 我是被這個人整個抱起來丟到游泳池 對 因為他們就一時興起 怎麼樣 然後你知道我們就是 拚拚 對不對 他就說小方小方 那時候又不是 還要什麼高歌一曲 還要幫他們 怎麼你竭盡所能 能這樣做的事都做 那為了團體順利 那你知道這些人 哎呦 能做就做吧 免得以後事後有一大堆風波之類的 然後我們女生當領隊 真的有很多的地方 是比較需要大量的 請那種IEQ去包容她的 然後呢 她就這樣幫我丟下去之後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想好吧 既然都在水裡面了 我就不上來可以了吧 我就在那個游泳池 那反正你們吃你們 反正我已經已經在泳池 已經失身了 我就稍微在那邊自己靜一下 因為還要進食嘛 開始養食 自己養 對 因為那是晚餐嘛 所以我就稍微靜一下 從這一頭游過去到那頭上來 然後自己讓自己稍微 摳倒一下 然後沒事 沒事 還好我會游泳 還好呢 大家也都很開心 這樣就好了 但因為我住的飯店 領貴不要以為 人家客人住那麼好的飯店 我們就住那麼好 沒有 他根本就是隔壁 不是領隊房 隔壁的飯店 因為這些五星飯店 他不接受領隊房 沒有領隊房的這些事 他領隊不是住在那邊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我跟你講 越五星的飯店 我們沒有領隊房 在台灣也這樣 我們要自己到隔壁 那種民宿還是什麼 自己找地方住 自己找地方住 我就這樣一身濕的 走了大概十五分鐘 才到我入住的飯店 但說實在也沒什麼 因為你知道把這個 講起來是很心酸 但後面說實在的話 整個團裡面來講 搞怪的就是那一兩個 說真話 對你 怎麼講 非常肯定的 那你臉上是清水還是淚水 我從來不流淚的 不流淚 沒有那個流淚的